真人一直过得很苦 所以我不想失去她 我要让她活着 求求你 救救她 救救我们的孩子 好吗 明明 就像明明是你的女儿一样 真人也是你的亲骨肉 求求你 救救她 好吗 明明 我知道了 你不想认这个女儿 你也不想看见她 等真人的手术做完以后 我就离开这儿 你说什么话 我怎么会不愿意有这个女儿呢 如果当初我知道你怀着我的骨肉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我怀孕 事情你不是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了 如果知道的话 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那让我流产 派来的那些人找我 那是 什么流产 谁敢这样做的 刘震 开开门 我要找刘震 你干嘛 你吵什么 王王王王叫什么你 正希 我要找刘震 刘震她不想见你 你听我的话 回家去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 我一定帮你跟刘震好好的解释 你一定要告诉刘震 因为我怀孕了 你说你怀了刘震的孩子 是 难道是 是周兴 周后世 我一直以为 是你逼得我做流产 所以我一直都恨着你 给你个小杀死我女儿的 我跟她生活了二十多年 我到底干了些什么 你留着呢 自己的女儿 就站在我眼前 我认不出来 我还伤害她 让她伤心 我还有什么脸 我有什么资格去面对她 周兴 能不能让你开始 她是女儿的 心里 刚刚很烦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就站在我面前 我居然认不出你是我女儿 都是因为我这个当爸爸的 让你受苦了 我 我真的没有资格做你爸 珍珍 原来这一切都是误会 你爸爸他并没有抛弃我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存在 可是他抛弃了你 这个是事实 珍珍 珍珍 你不是一直想找到你的亲生父亲吗 我现在 我自己心里面的火我也压不住 我快要疯了 想要把曾经发生的一切都忘掉 想要去原谅一切的我和妈妈 现在想起来就跟傻瓜一样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受苦受累 可是到了最后 拿我的性命当筹码的既然是你的家人 我只要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快要疯了 为什么是我和妈妈 偏偏是我们 还要去原谅他们去理解他们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珍珍 别担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珍珍呢 她怎么样了 现在董事长在姐姐的病房里 大家好像都知道真相了 爸 你说姐姐和妈妈会不会不要我 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也只有硬撑的走到最后了 马上召开股东大会 把经营权从刘佩的手里抢过来 再顾一个专业的经营 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再这样折腾下去 恐怕 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了 余董 你别忘了 当时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 你就去检查明明的骨髓 然后拿着报告来威胁我的是你 看来两位正在研究对策 把董事长赶下台 然后由你们两位来控制新州府市 是这样吗 好 你这里 你们真行啊 爱人的生命 家人的亲情 对你们两位都算不了什么吧 我是为了结婚的事情来道歉的 岳总 我先告辞了 下次再来拜访 妈妈 你做了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了谁 求你了 您千万不要说是为了我 那样的话我将无法原谅我自己 你不要以为事情都已经摊开 你就妄想着会跟珍珍怎么样 你现在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现在已经跟明明解除婚约 这个时候你要是跟珍珍在一起 你会受人以禀 你好自为之 原来您是这种人 为达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灭灭人性 这就是我亲爱的妈妈 我 绝对不能原谅 拿别人的生命做赌注的妈妈 绝对不能 我绝对不能原谅你 你什么意思 看来 我无法再做您的儿子了 您给我的所有 我都会留下 我要离开这个家 好 好 你说什么 你要离开妈妈 啊 请你保重 身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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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阿尾 我 这么多女人 我都干了些什么 我的女儿受苦 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既然眼睁睁看着她走向死亡 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有的时候 我真希望可以替她受罪 我还算什么父亲 你和我一样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事情 不知道真相是我最大的罪过 把我的女儿置身于水火之中 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的我更不可以原谅 对不起 当时我应该相信你 我只想着你背叛了我 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爱之深恨之切 当时那种感觉 我能明白 当我怀着珍珍的时候 还以为那些人是你派来的 那种被自己身上爱着的人 背叛的感觉 我能明白 黎明 一切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不要自责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去想 我们就怎么想着去救活珍珍 说得对 我们一定要救活珍珍 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办法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珍珍这样 相信我 谢谢你刘真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